目前IIS微信发布了8031正式版 根据文件所述 这次更新仅修复了一些移植问题 上面也并没有提到任何新功能 虽然如此 但我们依旧发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 微信状态加入了最近使用的状态 当我们进入微信状态后 它这里会显示我们最近使用了哪些状态 收藏界面进行了调整 现在微信收藏优化了来源和日期 另外图文笔记图片在右边 文字在左边 图片编辑界面进行了优化 当我们在编辑一张图片时 它下面的编辑功能进行了一些调整 加入了更多打开方式 当我们打开这张图片后 点击这里的三个点 它这里多了一个更多打开方式 除此之外 之前在试试版中拖拽图片的功能没有了 现在我们不能将图片拖拽是其他应用 不过这里有一点 当我们长按订阅号文章中的图片时 它是可以拖拽的 如果发售时它会注入变成链接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目前我也就发现了这一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发现 欢迎留言分享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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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